为了支援防疫前线 芬兰国立阿尔托大学ENBA台湾校友会发起了募款活动 捐赠新冠肺炎快筛试剂 给新北市跟台北市 这次共募得1200支 双北的卫生局各获得600支 疫情当前许多人都希望能为防疫尽一份力 芬兰国立阿尔托大学ENBA台湾校友会 就特别发起募款活动 捐赠快筛试剂 由于疫情来得相当的急促 发起人李国县了解政府的资源有限 因此利用短短5天快速募款 希望可以补充防疫前线的资源 也能吸引更多人响应 这次疫情来得非常的急促 我们校友会在短短的5天之内 募得了快开四季 供应给这个双北政府 卫生局来发放给需要的前线人员 也希望这次的疫情呢 在中央政府的物资不足情况下 以及地方政府的预算有限 我们社会人士呢 以及校友会 能够发起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也希望各位一起响应 这次校友会 共募得了快筛试剂 一千两百支 因此双北的卫生局 可以获得各六百支的试剂 日前他们更特别 亲自送到新北市卫生局 为防疫人员打气 记者方见 凯琳锦鱼新北市采访报导